在社会讲究科技以及环保 而在玩具市场方面 我们可以从这个玩具展开的出来 也希望能够在设计以及创新上 能够与这两样趋势相结合 有一家玩具厂商就率先推出 用竹子做成的玩具 因为竹子是草类长得很快 比木头要环保得多 而在2009年 他们推出了这个玩具娃娃屋 有95%是竹子做成的 并且还把环保科技运用在上面 那就是在屋顶装了有太阳能板 可以吸收光线 节省能源 我们有三个光线 在家庭上 然后在低级的位置 我们有两个屋子 也有两个光线 另一样的东西是 它允设了一位置设计 放了一位置设计 然后可以看自己的电视节目 或电影或拍摄 不过环保可不是没有代价 这一栋娃娃屋受交要500美金 并不是一般家庭可以买得起的 除了绿色环保之外 还有厂商推出有机玩具 用有机棉花来制作铺偶 而为什么玩具也要有机化呢 当我们制作我们的产品 它并没有使用任何质量 以防范围的防范 所以没有质量 它允许的防范 也就是为孩子和孩子 还有厂商推出环保大富翁 提出各式各样 有关环保的知识的问题 让小朋友在玩大富翁的同时 再可以了解各种 有关环保的议题 另外在科技方面 以填充玩具著名的这家厂商 推出了豆豆娃娃玩具 想出了一个新点子 就是顺应现在小朋友喜爱上网的潮流 让小朋友可以注射上网 和自己喜欢的豆豆玩具娃娃来玩游戏 并且还可以用累积起来的豆豆 在网上替他们购物 或者是带他们去玩 还有厂商把探知感应的科技 遇到在养宠物上面 看这些玩具狗狗们 会随着主人的声音动作 或者是触摸 洒起娇来模样可爱 未来还会让他们能够发出声音 简直不输给真的狗狗 而这些都是把科技与玩具的相结合 显然为了因应现代人 在科技以及环保上的需求 玩具界也开始求新求变了 中式记者龚邦华和文仲有约 采访报道